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放倒 主裁判在观看VAR后维持了点球的判罚 李行主罚点球命中 帮助卓尔取得领先 但此球判罚点球存在些许争议 主要争议点在于 犯规发生处是否在禁区内 下半场比赛 比赛逐渐进入白热化 双方的拼强 愈发激烈 比赛第60分钟 打入本场比赛 关键竞球的卓尔队长 李行受伤 被担架台下 比赛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 王凯和埃弗拉先后受伤被担架台下 比赛过程十分惨烈 最终 卓尔凭借李行的 竞球成功宝级 留在中超 武汉卓尔的宝级 也意味着连续四年都灵验的 升班马二年级魔咒 就此被打破 升班马二年级魔咒 即升级到中超的升班马中 至少有一只 在第二年惨遭降级 而从过往四年来看 这些第二年降级的升班马 第一年成绩 都十分不错 2015年 升班马石家庄永昌 拿到当赛级第七 但2016年 没有逃过降级的命运 2016年 沿边进入前十 拿到第九的位置 但2017年降级 2017年 贵州横峰获得第八 2018年 也是降级 2018年的仁和 同样取得第八名 但2019年联赛 才踢了三分之二 基本上就确定降级 2019年的升班马武汉 卓尔在李铁的带领下 拿到了第六的好名次 今年换帅后 更是一度稳固在B组第三 但第一阶段后半程 以及第二阶段卓尔 都像换了一支球队一样 一度从真冠组 调到了宝吉组 再一路输球来到了 宝吉名额附加赛 最后十分艰难的 战胜绿城 拿到了联赛 第十五名 艰险宝吉 然而 卓尔宝吉 或者说绿城没能升级 实际上 也是赛制的原因 按照往年的政策 联赛第十五 倒数第二 将直接降级 但今年推行的1.5宝吉名额政策 让卓尔有了喘息的机会 不管怎么说 上赛季第六狂 跌到本赛季第十五 一退 就是狂颠九位 卓尔需要好好备战 下赛季的中超了 而加大投入 希望中超的旅程 只能说 被这特殊的赛制坑了 这篇足球新闻 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